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全自动的打标机 那么它可以应用的材质是比较多的 能够应用的产品也是比较多的 例如我们的塑料瓶 各种各样的塑料袋的包装纸盒 以及我们的盒子 各种各样的袋子 那么我们今天这里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的塑料瓶如何来打印生产日期 生产日期可以打在瓶子的任何的一个地方 我们今天演示的是主要是打在瓶子的瓶身上面 那么在打印之前呢 我们先要安装好机器 那么这一台机器是我们已经架好的 这个型号是KX1 那么它是一个全中文版的一个系统 那么机器呢随机赠送的一套这样的支架 如果你有这样的传输带的话 那么只要配合支架 安装在传输带上面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如果你没有购买 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生产流水线的话 你也可以连支架加我们机器一套进行购买 这样的话安装起来呢就比较方便省事 那么第一在我们测试之前呢 首先呢是需要将我们的这个磨合安装在机器上 然后将我们的感音电源固定在我们的下方感音的地方 然后呢将主机装上去 这个呢是一个同步器 同步器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在速度 不管是你是过快或者过慢的情况下 你只要有同步器 那么它打印出来的这个效果呢都是一样的 它不会产生质体的变形 好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打开我们的机器 把这个电源插好就可以了 这边是一个开关 那么启动机器呢需要大概几秒钟的时间 那我们如果有外部数据的话 可以通过U盘拷贝 然后导入到机器里面 然后你比如说你要打001002 或者是一个编码的话 都是可以通过U盘导入数据进去打的 那么我们今天是打印我们已经编辑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怎么去打开这个编辑好的数据呢 点文件管理管理文件 然后选择你要打印的这样一个数据 这里还有一个科娃尔玛 我们一会来选择打印 我们选择好了以后点加载选中项 好这样的它就出现在我们的这么一个显示面板上 那么显示面板分两个 一个是上面的一个是下面的 那么下面的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 下面的主要是用于两个喷头的打印 那么我们现在这台机器它只有一个喷头 如果你需要两个喷头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要打生产日期 然后这边 然后后面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再架一个喷头 那么这边你可以打印一个二维码或者其他这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把我们需要打印的东西显示在这个里面来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喷头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用一个喷头的来做测试做打印 选择好了以后我们点开始打印 那么在开始打印之前呢 其中还有一些参数的设置 这些参数的具体的设置的方法方式的话 我们在其他的视频里面再来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我们先点取消点开始打印 那么开始打印 以后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机器启动起来 先把屏幕放好 这个黑色的瓶子呢需要用到白色的墨来打才能够看到效果 那么我们现在用黑色的墨盒给大家进行演示 顺便说一下这样的墨盒 这个墨盒呢是惠普原装的墨盒 那么它的打印清晰度呢是600dpi 好我们先拿两个白色的瓶子来给大家做演示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用白色的这个瓶子来为大家做一个打印生产时期的演示 那么在这个传输台上面呢我们安装了这样的一个地位挡板 你可以向上调节向后调节向前调节都是可以的 那么主要起的作用是让这个瓶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保持在一条直线上面 然后进行一个打印 那么我们先把你要打印的东西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调节好 间距 那么因为是全自动打印的 你可以在那边放上一个可以接的东西 然后呢这边一个人到这边放 你要打印的瓶子就可以了 好我们开始走 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打印的效果 那么这里打印的是一个是生产的一个是生产日期啊 一个是有效期 那么下面呢有一个编号 那么这个编号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它每打印一次 它这个地方呢会进行一个叠加 你可以是叠加一可以叠加二 那么其他的呢都是我们自定义去编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和一个内容 啊我们再再来打印一次啊 再为大家演示演示一次 好 好 74啊 7374 那么这样的打印的效果呢就是特别好的 那么它在三秒钟之内就能够快干 那么它就是擦不擦不掉的 不管你用水啊用帕子还是用毛巾用手啊 那么它都是擦不掉的非常的牢靠 好 我们现在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啊二维码的打印方法 方法 那么首先呢先停止打印 打印以后呢点击文件管理 管理文件选择我们编辑好的这个二维码 那么这个二维码的打印的内容是123456啊 我们选择开始打印 这一维码的大阶子 太阳了 在三维码上应该可以做的 那一维码 有 Wonderful 好的 感谢